电动机车是近年最夯的交通工具 简碳零排放 在政府大力推行绿能环保的政策下 提供消费者有利的补助方案 而部分传统燃油车业者 则感受到了电动车的威胁 认为现行的补助方案影响生计 近日则喊出了 油电平权油电共存的口号 要求地方政府修正电动车补助金额 让七期环保燃油车补助金额 与电动车能够相同 以符合自由市场政策 可是油电平权的诉求 在网路上被网友狠狠打脸 有网友认为 就算是七期环保燃油车 燃油车的污染排放确实比电动车高 也没有道理要政府补助同样金额 这样根本就失去了 开发电动车产业的意义 也无法达成减少碳排放的目的 但补助是消费者的权益 我们听听民众怎么说 我觉得电动车肯定是比较环保的 因为一般的油车 光看它的排气量 污染程度一定是比较高 所以会说油车比较环保的人 是在哈罗吗 我觉得电动车对环境帮助很大 所以我觉得补助应该要比一般机车还要多 这样比较鼓励的效果 如果一般机车的 一般机车可以跟电动机车 一样低污染的话 那再来要求一样的补助会比较合理吧 如果机车行老板觉得 一般机车会比电动车还要更环保低污染的话 那他敢在室内的密闭空间这样发动吗 事实上继台南市环保局公布对民众新购电动机车提供补助后 嘉义市环保局也立刻跟进 补助民众新购电动机车 而且比台南市的6000元更高 达到了8000元 凸显出台南市与嘉义市环保局重视民众权益 努力改善空污的决心